第四章 上集我們講到 我娘和我爹在我的房間正在講關於我的事 我娘就講了 怎麼沒用呢 怎麼沒用 我娘情緒有點激動 聲音也不由自主地提高了 我前幾天才聽羅友達的老爸說起 他說最近在羅斯林過去五姑娘山那裡 還見過那個老道士呢 說不定人家根本沒有走過 道貫都切在那邊 我們不如去看看吧 說不定找到呢 我娘充滿著期待地說 換過來的就是我爹的沉默 這樣僵硬的氣氛一直沉默了很久 我床上也等到很難受 張開了半隻眼 望望那邊 見到我老爸在吃煙 我老爸本來從來不吃煙的 不知在那裡找一支煙槍過來 又搞一些濕煙葉 只是一口一口地在吃 由於他從來沒吃過 這種自己家裡種的煙葉又吞 結果一搓到他眼淚鼻涕都一起流 從我有印象開始 我都沒見過我娘和我爹鬧過膠 不過這一次 他顯然有點生氣了 一手抓住我爹的衣領 激動地說 你自己也看清楚 那條溪解放之前死過好幾個小孩子 二彈他分明現在撞到水鬼 被水鬼纏住了 食藥根本上是沒辦法解決到的 不如去找個道士吧 如果再不找的話 說不完我二彈就可能沒幾日命了 你別這麼狠心了 我告訴你 如果二彈死了 我都跟他一起去 我聽到這番話 自己也想了一下 回想一下今天中午的時候 我娘一番常態地罵了我姐姐 原來她覺得我已經命不久矣 我從來都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一想到我就好像那些之前死的人一樣 睡在一副薄皮棺材那裡 然後拱進肚子裡 然後就沒得吃沒得喝 沒得見我父母 也沒有姐姐 也沒有小伙伴一起跟我玩 這樣我肯定會無聊死的 正當我胡思亂想的時候 我聽到我娘又以死相逼 我爹也終於開口了 唉呀 我都不想我兒子死的 不過你知不知道這些出家人 他無父無母的 心裡面又根本沒什麼祖宗長輩 如果養過這樣的兒子的話 我真的寧願白頭人送黑頭人 至少我這樣知道他晚刻睡在哪裡 我爹這番心思一說出來 馬上被我娘散了一頓 罵完之後 他又開道著她說 人家未必好像你想的那樣 就算是呀 總比死好吧 那晚 我爹和我娘商量了一整晚 有時候哭 有時候吵 不過那時候 我都覺得我的眼皮很重 腦子也昏昏沉沉 好像有人坐在我頭上一樣 迷迷糊糊的也不知不覺睡了過去 第二天早晨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娘已經開始收拾行裝 他早上的廚房圖罐那裡拿了藍雞蛋出來 然後又把梁上面掛著的兩寸蠟肉也帶了 又帶了兩隻帶皮的死兔子 一袋米 這些禮物準備好之後 和我爹樓下又商量了半天 跟著上到樓叫我起床 梳洗一番之後 我娘將所有準備好的東西揹入一個背樓 而我爹就拿了兩把很鋒利的柴刀 這樣準備一番之後 留下我姐姐看屋 我們趁著天蒙蒙光 就向著五姑娘山那邊走過去 五姑娘山就是麻律山一帶主要的山峰 顧名思義有五個山頭 過了那邊就進入深山老林 天窟那邊有很多野獸 做一些不交工糧、不納粹的山苗 什麼叫山苗呢? 山苗就是苗人的一種 苗族分為兩種人 一種叫山苗、一種叫屬苗 屬苗是和漢人混居在一起 已經受漢人文化影響的這批苗人 就為屬苗 而山苗就是生活在深山老林裡 和漢人的生活是隔絕了的 這些沒有經過漢族文化侵蝕的純種苗人 就為山苗 他們保留著自己很傳統的苗族規矩 所以也標刊異常 有些野蠻 說回頭 我雖然只不過是頸有事 不過經過這幾天下來 也搞到有氣無力 身體虛弱得不得了 遠遠不及之前在山裡玩這麼輕鬆 不過我這個人 好勝心就比較強 也很挖強 認為我自己都長大過兒子 也不願意被我爹和我娘背著 咬牙關頂牙上 昨天晚上 我爹和我娘的對話 我已經聽到了 我知道我身上的這種病 可能是水裡的冤魂作怪 普通的藥物是醫不好的 只有山頂那個老道士 才可能醫得好我 不過那個老道士也不是什麼好人 因為我覺得他和我爹搶兒子 我爹和我娘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 是個有一口飯一口飯把我養大的 我怎可以做其他人的兒子呢? 不知不覺間 我對這位還沒見過面的老道士 就產生了 taką厭惡感 我之前衝娘撞鬼的那條小溪就在南面 而五姑娘山就在東面 不過要去那邊的話 就一定經過羅斯林 这个村是最接近深山的地方 过了这里就要进入了茫茫的林园 我爹虽然采药的时候都来过这里 不过也都不太熟 反而我娘在麻绿山长大的 能够辨别方向也都没有走错路 山林的树木很谋密 人迹刊字 其实那些路都不是一条完整的路 都是一些猎户或者采药人踩出来的 有时甚至乎是野兽走出来的 我们从早晨天蒙蒙光一直走到太阳高照 这样才看着五姑娘最高的那座山峰 说实话 我们那边的山峰的海拔一般都不是很高 不过就是密 放眼望过去 哪里哪里都是山 面面不绝的 令到人家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不知道又走了多久 大家都觉得累了 我如果不是由我爹扶住的话 恐怕我一早已经趴在山路那里 磨刀不误斩齐弓 走累了就要休息 我爹找到一片叢林的空地 帮我娘把背部的东西卸了下来 然后拿了几块蒸好的番薯和装水的竹筒出来 分给我们吃 这些番薯虽然香甜 但是又不肯饿 不过那个时候的条件就是这样 没什么好吃的 我只是掌身体的时候 好刺得的 那些番薯我两三口就吃了一条 一下子就吃了三个 咚嘴的胸口咚了两下 正要拿竹筒来饮水 突然间听到远处有些奇怪的声音 一开始都不觉得怎么样 后来又听到咫咫咫的叫声 然后又听到公鸡的叫声 这样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 接着我立刻和我爹和娘说了 我爹本来不想多管闲事 不过我好奇心太重 而我娘又会担心在深山老林里面 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叫我爹去看看也好 于是这样我们两个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 向着树林声音发出来的那边 慢慢摸索过去 来到前面一望 只见有四五个腰圆绑阔的大只佬 逼着在森林里面 前面还有一个瘦猛猛的路坑 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手段 在他旁边竟然围了一圈野猴猴 我们麻栗山的猴猴 和其他地方的猴猴就不一样 那些老人说过 这些猴猴以前是人的祖宗 也颇有灵性 不过脾气就很古怪 一般情况下 不会出现在人面前 野性难述 但不知为什么 现在就围了一圈地在这里 我爹不是这里的老住户 他是解放之前逃放过来的 也都见过外面一些小面 看到那些人带着竹窝和铁链 就低声地跟我娘说了 这些人过来捉猴猴的 这些江湖人士身上肯定是带着那些价穹的 稍后小心点 千万不要出声 我娘没说话 我低声地问 那不出声的话 他们就捉走那些猫猫仔 我爹苦笑 这些猫猫又不是你家的 你管得这么多 如果你激怒那帮人的话 现在荒山野岭那样 人家拿刀筒你怎么办 我没说话了 不过总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而那边的树林也开始有动静 我见到那个瘦猛猛的老坑拿着一只大公鸡 一刀鞠下去 把血浸在猫猫的面前 而平时这群猫猫看来好像很恶 但是现在就被这些杀气全部吓死了 动都不敢动 跌下了头 结果一个个被绑着带走 若无一炷香时间 这群人全部把东西搞定了 然后就离开了 我爹见到那帮人走远了 那才拉着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看 结果发现这帮人真的很孤寒 本来带了十几只猫猫就算了 你留下那只鸡就好了 结果连那只死鸡都带走 我爹过来打算收拾死鸡 谁知道只有鸡 接着又不甘心 四围地再歇一会儿 突然旁边的草虫移动了一下 有个头在草虫伸出来了 好了 到底草虫里面的是什么呢 我们下集再说 好 什么 forgot 太坏了 很 酢